瑞芳区的吉隆河岸步道从早期的左岸由东河里一直到大辽地区上天里 是民众散步休闲的好去处 不过现在在右岸的龙川步道一路延伸到龙安里的岸巡步道 安川步道终于打通开放通行 让民众散步休闲又多了一处新选择 瑞芳吉隆河右岸那我们之前争取的龙川步道目前已经启用完成 那受到非常多好朋友的喜欢 那我们接续争取了沿街龙安里的巡房步道 希望能够提供给民众跟幽子的一些散步休闲的环境 这个斜坡在这个月底终于完工了 里面有很多的生态 包括萤火虫现在都已经陆陆续出来了 我们很感谢议员帮我们争取的这些来改善这些步道 今天议员林一齐就协同龙川里里长和龙安里的里长一起到 安川步道巡视完工后的状况 林一齐表示步道工程前后进行约两年时间 其中还遇到三次的编波崩塌让步道中断 好不容易编波已经修复完成 步道也重新整理过 在安全无余的情况下才开放让民众通行 这两年来三次的工程 真的是很仰仗我们这个议员 林一齐议员的团队 来帮我们争取 跟那个立委他们协调 然后争取到我们这些款项 然后来完成我们这些建设 想想在之前我们好不容易的整理到这个安川步道那么漂亮 结果遇到了两次摊搭真的是很可惜 很感谢除了感谢以外 真的还是要再请托我们议员再度多关心我们这条步道 那因为在工程的施工当中 遇到边坡滑洞的情况非常的严重 那现在目前工程已经初步 将互坡的工程已经完成了 那在整个步道上也做初步的整理 那未来我们会继续再监测整个边坡滑洞的状况 那后续也会再争取相关的经费 让整个步道更完善 另外两位里长也不约儿童表示 感谢议员林一齐团队和中央的协助 让这条步道可以两个里串联 让民众散步休闲安全更有保障 走在步道上河岸景观和生态都很宜人 现在正值萤火虫季 晚上还有机会看到萤火虫呢 借成为瑞芳采访报道